那么说完这个家人们就要讲大家最好奇的事 最想听的话题了 什么话题兄弟们来 把话题给我扣到公屏上 美军埃森豪威尔号航母第二次被野门轰炸 对吧 就这个事老体嘛 我听了一上午啊 真的我看各种报道 就是到底什么情况 现在整个啊就这个事啊 就网上流传好多美军的回应 放出了好多什么什么航母的视频 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咱直接说答案 首先啊 第二次轰炸这个事 它绝对是个真事 而且也确实成功了 现在美军埃森豪威尔号航母那个甲板上 那都一大片漆黑啊 舰载机完全不能起降 而且这还不是最狠的呢兄弟们 最狠的是什么呢 野门胡塞武装这第二波攻击 直接把美军的有个叫做E3侦察机 直接又干爆一架 又刷新一个品类啊 对不对啊 其次呢 美国人发布的视频是不是真的 它也是真的 一听这有人就要纳闷了 说素不对 你不是说野门确实干了美国的航母吗 怎么又说美国国防部回应那个视频是真事呢 太好笑了 视频是真没错家们 但是这个视频三月份拍的 当时我看完美国国防部发那个视频 我还以为说这咋的 野门在那吹呢 但是啊就在我看到第五遍我找细节的时候 兄弟们猛然之间我发现 这个视频貌似很很很很相似啊 就很熟悉啊 结果网上一查 居然真在三月份的视频当中我找着了 本来吧到这我还以为是稍微有点疑惑的 结果后面 艾森豪尔号的司令 直接发了一个航母厨房的照片 啊也就是这 也让我们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相信了一件事 那就是美军航母是真被干了 而且干的是非常狠 要不然人家炸了你的航母 你先拿了个三月份拍的视频回应 然后这边是人家叶海亚回应的 你那边你是个小咖了 是一个美国不知名人士 你可太逗了 正常来讲你个布林肯的 包括你什么像大黑驴啊 你或者是布朗啊 你出来回应回应啊 对吧 你整个不知名人士你埋的谁呢 你不埋在你自己家航母的吗 然后这事整完之后又出来个什么 出来个厨房的视频澄清 你直接对甲板拍不就完事了吗 咱就说呀 所以说我就先查了一下啊 也门被干的 不是也门作战这个整个过程 结果家门你猜咋着了 和第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我的关键词啊 一打作战过程直接出来了 但这次啊可完全不要非常难查 就是什么概念呢 蛛丝马迹这四个字 但是大家别着急失望 这次查出来的东西 那叫一个劲爆 话说兄弟们怎么个事呢 听清楚啊 5月21号 31号的时候 埃森海尔号不是被炸的熄火了吗 啊 再经过18个小时的灭火呀 抢救之后 这个终于啊 航母就重燃了那个那个那个动力 直接恢复了 但是呢 毕竟是紧急维修啊 所以说这次修的不设定 回不到美国本土怎么办呢 美国五角大楼 脚一跺心一横一合去 说 像说 那不能回来 咱也不能让他回呀 是吧 就是能回来 咱也不能让他回呀 你这样让他回来了 咱航母直接被炸这个真相 公之于众了 于是乎兄弟们 美国这边最终有个计划 直接跟野门低头认错 撒压的跑路 从红海南边 直接跑到红海北边 差一点穿过苏伊士约河了 哎 而且要跟谁呢 要跟野门签一个协议 啊 直接签订叫什么 签订协议 从此不再对野门发起轰炸 并且用这个条件 换什么呢 换来美国航母 开到吉布提 美军基地去补给 然后再到沙特那边 运送维修的零部架 你们没听错 家什么啊 美国人就是这么没出息 啊 马上要跟野门去求摇浪 啊 认错了 那么说到这有人就好奇了 说你这样的话 野门能同意吗 如果按常理来讲 家们 美国本来你就没有理由 天天干人家野门呢 对不对 你不干我是应该的 凭什么你拿不干我当条件呢 对吧 人野门和大家想的一样啊 所以听完这个条件 人说滚 滚 滚 什么 毒的吧 对不对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一海 当时怒了 就直接穿 开始 我先给大家看看现在最近 呃 刚刚刚刚刚此时此刻发生的消息 行不行 稍微等一下啊 我打开软件 来 不磨叽啊 给你们先播报一下 然后给你们讲几个话题 好不好 现在这个 你看 我就说 第一个话题啊 现在榜一 现在整个就是 头版头条的信息啊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批准 八千万美元的 对凤梨军的军售员 就是军售计划 现在他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说 我要介入凤梨的局势了 美国啊 这个事咱一会儿给你们 单独讲一讲好吧 那么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专家说了 说那个 我先把这个给你们念了啊 你看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 价值八千万美元的 对凤梨军售计划 内容主要包括 F16 飞标 飞标准备件和维修部件 啊等等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我看看啊 就是美国的航母 遭袭这个事 一云重重 现在是英国开炮 然后呢沙特也开始出来发言了 就是这个事啊 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啊 刚才这个咱讲过了 军事基地被炸了 这个咱都知道 完了德国兄弟们啊 德国防长这两天挺呐的 德国说了 需要做好跟俄罗斯开战的准备啊 现在以色列北边这个城市 这个事咱讲过了啊 就是已经遭到袭击了 11人伤亡啊 11人伤 多少人死 不知道 来 非要不多说了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新的新闻啊 那就按 那我就按我的逻辑来讲了 好不好 家伙们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凤梨的事情啊 我觉得 这个事呢 嗯 挺恶心的 就是现在啊 就拜登已经发出威胁了 说我要给这个凤梨援助啊 不是援助 我要我要军售 我要对台军售啊 8000万美元啊 F16各种配件啊什么的 说 做好美国 做好美国 跟美国冲突的准备 打赢这个仗啊 其实兄弟们 没有咱们想象那么困难 但是也没有咱们想象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 家伙们 对这个事件啊 我们的东方大国 我们方面 现在已经强势表态了 说我们就是瓮中作弊 啊 易如反掌 对不对 然后老灯今天也宣布说 我要进入到凤梨局势啊 因为什么 亚太是我永久不可能丢的这么一块地界 那么如果兄弟们 现在啊 咱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什么叫瓮中作弊啊 对不对 那肯定就涉及到咔嚓了 弄刀枪炮了 那么家伙们 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真是弄刀枪炮了 请问美国会不会介入呢 你们觉得会的兄弟们 过扣拨 以及的不会的兄弟们 过扣拨二 对于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不会介入 啊 不敢介入 坦率来说 对这个问题呢 呃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思考 美国是一定要接入的啊 虽然说此时此刻不是他最好的机会 但是一定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除非我们营造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可战胜啊 美国如若战 就是如果你要真参战啊 那你势必会有更大的损失 这个现实格局给他摆在眼前 叫让他见着棺材落了泪 见了黄河死了心 对不对 那么现在是这个局面吗 家人们 是吗 就是我们说真的可以吗 呃 差那么一点 啊 依然不是的 所以说美国介入 它是必然的 啊 也正是这种背景之下 家人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急于宣布 我们要刀枪炮 对吧 而是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 我们说了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就充分啊 充分考虑了美国和盟友介入的这个情况 我们是不鸣则已 但是一鸣必须惊人 而且短时间直接覆盖你 就包括你的外部势力的覆盖范围啊 全给你覆盖掉 并不是说美国可能介入 凤里问题我们就不解决了 而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的格局 继续争取发展的时间 这个现在是不是咱直播间没有不同意的了 咱们现在直播间太漂亮家人们啊太漂亮了 几乎是没有那个小黑粉在那就带节奏了 都在我们整个的逻辑范围之内啊 跟着我们自己的思路去走 没有再被美国养的狗被带跑偏的说干哪 哎呀就是软的什么的 对吧没有了 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大哥们你们太 OK无论通过任何视频分享 视频以及视频关注就是到主播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过来 给你们各位新朋友们老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聚焦国际的点关注身边生活 大家好 非常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啊 废话不多说 今天咱们直接开始磕 因为新闻太多了 兄弟们第一个事啊 我知道大家也在关注中东啊 但是今天第一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俄罗斯跟乌克兰 因为这两天头版头条就是这个事 什么呢俄罗斯这次啊 确实打了有点 不太进入人意吧 啊这次有点危险了 就眼看着俄军处理手段不够强硬 这边乌克兰蹬鼻子丧脸了 真的又安排了四个旅 将近两万人呢兄弟们 两万人的兵力增援 打算把战火彻底烧向俄罗斯本土 哎但问题来了家人们啊 这么做对乌克兰有啥好处啊 就简直我们只要是个正常 稍微懂一点军事 稍微关注俄乌冲突的你们就知道 这无疑就是一乱即时 你干到人家俄罗斯本土去了 而且你要后援没后援 要武器没武器 要增援没增援的 对不对 两万人你这不是釜底 你自己釜底抽自己的心吗 现在整个俄乌战场上 你都没有什么这个后勤补给 包括那些精英部队了 你把两万人干到俄罗斯境内去 你这不是送人头的吗 这么做对乌克兰有什么好处 俄罗斯又会怎么应对 将近两万人这个援军 这个是咱们第一个事来讨论 第二个事 俄罗斯今天咱们讨论到中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昨天就说了 说俄乌和巴以这个事 我们得联动起来看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要乌克兰 干到俄罗斯本土呢 就是美国想要干涉俄罗斯 想要牵制住俄罗斯 不让俄罗斯向中东看 但是今天俄罗斯非常给力 在中东这边人家没撒手 直接给伊朗送过去了 五套S-400防空系统 而且放话了 说能打下F-35之后 美国彻底摊牌 然后呢 喊话说俄罗斯想在中东干 那就在中东干 随机老铁们 直接整了个什么呢 一整个的F-22中队 美国的紧急干到卡塔尔了 这个地方在哪家吗 和伊朗就隔一个波斯湾呢 难道这次咋呢 美国真是要跟俄罗斯玩命了吗 硬壳一下的吗 那可有热闹看了 对吧 这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 伊朗的这个新任的某总某统 面见了哈格 哈梅 某内伊 完了呢 建议立刻停止轰炸以色列这个计划 还呼吁说马上要跟美国去谈判 转头呢 黎巴嫩支出党不干了 直接宣布了说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伊朗你要不报复的话 我们当然 我们黎巴嫩支出党 我单独行动 我要对以色列发起轰炸 啊 这是黎巴嫩说的 另外还有什么事呢 以色列要求参加日本长期被核爆的那个纪念日 但是呢 临近纪念日到来的时候 日本反悔了啊 直接拒绝以色列了 这就老奇怪了 以色列为啥强烈要求要参加这个核爆长期这个纪念日呢 对不对 日本为啥拒绝呢 这搞笑啊 还有什么事啊 就美国总统喊话 说特朗普不管当不当选总统啊 美国都有可能爆发内战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民主党想要搞事吗 今天消息是不是都够够大了的了 够炸裂的了 对不对啊 今天老铁嘛啊 咱就说不仅仅中东那边有大事啊 乌克兰直接干到俄罗斯 也多多少少的确实有点让人想不到的地步了 已经干到想不到的地步 怎么回事呢 必须先讲这个啊 你头半头条 今天上午十点来钟啊 参考消息报道 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宣布 一个F22的飞行中队 大概是十几家战斗机吧 已经抵达卡塔尔了 直接就战备了 你们没听错啊 美军也不考虑什么会被击落呀 或者F22神话被打破呀 直接假如就把一整个F22的中队 部署到隔着波斯湾 对面就是伊朗的卡塔尔 啊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了吗 不是不是最狠的 在宣布完FR2部署在卡塔尔之后兄弟们啊 美国国防部长大黑驴 直接对外就宣布一个事 说现在我们已经对伊朗发起警告了 如果伊朗啊 对小椅子这边发起行动 那么美军承诺啊 这是瘦魯朗哥 新政府和经济必然遭遇到毁灭式的打击 美国贺伊朗啊 对不对 说的直白点就是什么 美军这次不但做好了下场的准备 甚至已经做好跟伊朗硬碰硬开干之后的准备了 对不对 那么说奥迪有老铁啊 有老铁就要肯定讲话了 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线 求爷爷高奶奶 这美国是终于准备下 二战以来 中情局已经在60多个这个地方发动过政变了 还包括什么刺杀 车祸 颜色革命 还有好多吧 就是什么熟清的 不知道是绝密 咱都不知道的绝密行动 美国为啥要对钢果金吓着 有人说说钢果金美国怎么还看上来呢 老铁腕为什么你知道不 咱们今天没啥事讲讲钢果金 有啥事咱不讲讲钢果金 来钢果金为啥 有没有人知道 非洲钢果金 美国为啥盯着这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 家们啊 还是资源资源 还是资源 家们就像咱们买房子 是地段地段都是地段 然后你一看战争 就是资源资源都是资源 要不然就是地缘 要不然就是资源 真事啊 就是打仗跟买房一样的 都是看地段 不信你看 都是海湾国家 要不就是什么港口 要不就是什么出海口 对吧 要不就是控制航道的 反正都是这些吗 要不就是抢资源 石油天然气 是不是这样 包括金的啊 矿产 钢果金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 矿产资源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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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这些我跟你说 都是都是哪呢 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嗯 我认识一个呃 一个姐们 他老公家就是上市公司 除了煤 煤之外全 就是矿产全做 他现在就在钢果金有矿 都是那些 我们这边急需要用的 钢果金兄弟们 被预备啥呢 叫世界圆绕的仓库 他这个矿产资源 非常非常丰富啊 像铜啊 骨啊 金的钻石啊 啊 铁猛啊 镊割呀 啊 都有 各种各样多样的 就咱家有个老铁 就是什么镊割金 那就是什么割镊 什么甲金 咱家有一个各种回收 那个大哥呢 啊 那大哥呢 你应该都知道吧 这些 这些这个 这些资源呢 这个储备 钢果金是占全世界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而且钢果金 还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什么呢 铁矿 这些黑色金属的 金属的资源 还有什么石油 还有什么天然气 啊 这些都都都有 那为啥是在钢果呢 因为龙国在这 有非常非常大的投资 还有关键利益所在 龙国在钢果 现在投了什么 投了港口 投了时间站 投了铁路 投了公路 投了矿产 好多好多项目 占了钢果 接受全球外资 将近一半 还有以上 啊 还有以上 可以说钢果金呢 已经成为东大 最需要的 矿产资源的来源 对东大的发展 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是我们一带一路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 如果美国的政变计划成功了 那么对于东大 在非洲布局和经济打击 那是相当大的 说我弄不死你 我拖不下你下水 我就破坏 就搞一出破坏啊 多损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政变搞得非常粗糙 三个美国人 一个兵痞的 一个毒贩的 一个流氓贩的 草台般的草草 发动一场政变 说明美国人咋的呢 鸡眼了 等不了了 等不住了 虽然说这不是最好的机会 人说了最后的机会了 哎 而且老铁们 那个时候什么 还有什么事啊 中俄联合声明啊 发表 刚发表 中俄的深入合作 那对美国来说影响太大了 美国着急啊 猴子急 热锅上蚂蚁 就打断破局 怎么破局 什么时候都给你 这就是埋的 就给你玩饿 也玩埋的 啊 有早没早打两肝的 甚至可以说 已经丧心病狂了 完全不顾世界的影响 这个地步了啊 结合现在全球爆发 一系列的这个意外事故啊 以后的日子兄弟们 不太平 肯定不太平 我们再收获到伊朗 老兄们 2016年的时候 伊朗是真的有可能倒下美国的 知不知道 中俄一铁三角 不可能形成 在2016年的时候 结果呢 被美国和以色列给干回去了 这一次兄弟们 来袭遇难 伊朗的七美派 已经蠢蠢欲动了 但是无论如何啊 伊朗都不可能倒下美国了 只会离我们和俄罗斯越来越近 因为以色列已经告诉伊朗说 你们想投降啊 敢投降老子干死你 所以投降是万劫不复 硬刚还有一线生机 同不同意 微博有可能单车变摩托 你要投降 直接干死你 我这我就想起来 20年前的咱们 那个时候啊 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那才叫一个恶劣到极点 苏联当时解体嘛 对吧 俄罗斯匍匐在美国的脚底下 就跪舔嘛 就是哎呀 大哥啊 你是我爹 我就要加北约 对吧 然后伊朗选出了亲美派的总统 当时正在搞全面自由化改革呢 法国那个叫什么玩家 萨克齐啊 上台 全面放弃戴高洛主义 啊 也彻底倒向美国了 当时 是不是啊 重新又过后就又又又 那个回归北约了 开始指责啊 我们这不是那不是 也不是的啊 反正就指责我们 就一个伊拉克不听话 哎 结果美国 嘎就干你了 三下五川 萨拉姆 这给弄死了 今天出啥事的呢 全都是大事 首先兄弟们 咱还是主讲中东 因为中东现在全 就是牵一发而动 全世界的全身 我跟你说 那就是中书大命脉呀 今天我跟你说 整个中东来一个大换血 有人说咋回事的 兄弟们咱先说啊 要说中东谁是大哥 非沙特莫属 同不同意 老体们你们同意过 抠博同意俩字 如果你们没有异议兄弟们 我就往下讲了 家人们今天 号称中东扛霸的大哥的沙特 终于醒悟了 干了个什么事呢 直接开始对老美 搭起了反攻战 啊 这个反攻战是在政治 以及经济上 首先 人家先是加入到了 咱家的龙国的货币清算系统 厉害吧 紧接着啊 直接终止了 美国跟沙特 签了一半 喇的那个安全协议 啊 美国当时蒙圈了 说 妈呀 这个草搞不得签 嘛 那么咋还终止呢 这下蒙了 兄弟们什么概念啊 这个安全协议一咔嚓 现在加入到龙国的货币清算体系 就意味着什么呢 石油美元的神话 即将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兄弟们 沙特这次为啥敢对美国这么高 兄弟们你可别忘了啊 有两件事啊 有人说 沙特跟他好不是应该的吗 那可不是 家人们我们一直在说 沙特不会导向完全导向我们这边 有情可原呢 我们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美国武器现在是部署在沙特的 沙特百分之多少的武器还是买着人家美国的 而且你别忘了 在沙特境内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你敢这么搞吗 沙特这是咋的了 受谁的鼓舞的呢 今天这是第一个话题 那么第二个话题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连带沙特一停止这个安全协议 美国最最最最最核心的利益直接出动了 就是美元 于是乎美国终于忍不住了 终于是坐不住了 因为宅的神经了 所以怎么办呢 今天兄弟们 数万美军紧急调集中东 往中东部署 什么约旦呢 巴林呢 阿曼呢 伊拉克呀 这些中东美军基地 直接进入到战备状态 就这么大的动作 我一点没滥悬 我也没吹 我也没黑 支持大家全网搜新闻 这么大动作 兄弟们 什么概念 美国下不下场 你们觉得美国会下场过扣播一 觉得美国不会下场的人过扣播二 无一无就说沙特王处小心了 咱俩想一起去了 小萨拉曼我跟你说 必须得小心 最近一段时间 真事 上一个是卡大佐呀 是不是 来这是第二个事 那么第三个事 家儿们 虽然也不属了 这边沙特也给下了套了 美军彻底飞飞了 怎么个事呢 今天又让人给干了 在这个红海这个地方呢 直接让人给干了 兄弟们来你们猜 咱不再看咱直播间题目的啊 不再看的咱说好了 一万九千人 咱不但看咱的咱那个那个题目的 你就猜今天美军在红海 让谁给干了 家门我不说 如果你们不看新闻 你又我跟你说 你脑瓜子 你想冒烟的了 你都想不出来 让谁给干了 家儿们 今天堂堂美军呢 让谁干了 来 不能看题目啊 谁看题目 我跟你说 不会谁好了啊 你们猜谁 骂呀 有人说伊朗吗 你看这伊朗的这哥们诚实啊 肯定没看题目 你看吧 哎呀妈 你们太能了 索马里海盗 直接让海盗给吐吐了 哎呦哇 然后有人说 这海盗从哪来的武器呢 家儿们你们猜一猜 来这个你们猜一猜 海盗从哪来的武器 哎你别忘了啊 人俄罗斯说了 说谁干我 我就给那个美国的 你对方我就提供武器 所以按道理来说啊 俄罗斯是给索马里提供武器的大哥 提供啥了 三千吨的军舰 海盗直接转为海军了 哈哈 为了能拿到更多的武器啊 索马里对这个美西方国家军舰 还有获船 那听光四五六的 我跟你说 那不亚于正规军呢 那家伙打起来老豆了 完了呢 也们啊 加上索马里 这次可把那个美军航母给干 都干洗碎啊 能不能干成 今天咱来聊一聊啊 这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 家儿们 美国家儿们 现在是终于忍不住了 不仅下场 要干死那塔尼亚湖 小湖的危险了 摆了个鸿门宴 哎 要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始喝 今天第一条新闻兄弟们 跟中东有关系 为啥呢 现在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紧张 数十万人 数万人 直接涌入到大街上 都到避难所了 为什么呢 加上 因为野门 胡塞武装 一定会兑现承诺 对不对 我们都说了 平头哥不服就干 现在除了俄罗斯 平头哥这个这个 称号以外 又多了个野门 胡塞武装 那四伙我大哥 真是不是不是盖的 那说到就做到 所以说现在野门 胡塞武装 要兑现承诺 被炸之后 说干以色列 就干以色列 要把以色列给炸惨了 而且老铁们 今天啊 我说对于以色列来讲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是哪 你们都知道吧 葛兰高地 今天葛兰高地 以军第三百旅的 这个指挥部 直接被干 而且真的是被野门 大规模给轰炸的 指挥部 全给你干烂桃子了 那么兄弟们 问题来了 接下来以色列怎么办 以色列怎么回应 你还报复了 现在整个中东 就在报复 以及反报复的路途当中 自要是兄弟们 这个节奏控制不好 直接中东大量 就爆发了 你们要知道 现在以色列啊 他周围全部都是敌人 包括什么 黎巴嫩珍珠党 包括野蛮胡塞武装 包括伊拉克反卫组织 包括叙利亚 叙利亚这哥们稍微弱一点 但是兄弟们 你们要知道 这边约旦 埃及沙特 包括很多没有 没有支撑的人 现在都已经要群起而攻之了 这个时候 以色列还敢再反报复吗 你们觉得以色列会反报复的 狗扣一 觉得不反报复的狗扣二 另外家们有人说了 以色列报复的看美国 家们美国现在乱逃的了 拜登退选了 对不对 下一条新闻就是说什么呢 就重磅消息 华盛顿那边报道的 说美军已经承认了 承认什么呢 说野蛮胡塞武装的行动 已经破坏了 美国英国 意大利 联合策划六个月的 对野蛮遏制消灭的行动 你们有没有想过 说美国英国 居然还有个意大利 策划了六个月 对野蛮摧毁行动 被破坏了 可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美国在这个节骨眼 报告出来这个事情 什么概念 要抛弃以色列吗 不可能啊 那为什么要报这个事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野蛮怎么发现的 怎么破坏的 又怎么做到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家们跟美国也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不是在巴以这边的 不是在中东 今天就在这个节骨眼 今天我们都知道 美国非常敏感的 一个事情出现了 老灯的事 我们一会再说 那么这个事什么呢 就在这个节骨眼 同时发生的 美国有一个B52H B52N战略轰炸机编队 突然间疯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从俄乌开战 到现在 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美国从来没有做过 这么危险的行为 B52N战略核轰炸机 不顾劝阻 而且那边已经劝阻 说你别再往前 再往前 我真干你了 已经劝阻了 拒绝通话 不跟你说话 挂着什么玩意呢 挂着比广岛 那个原子弹 要危险一百倍的 这么一个威力的核弹 直接干到人家 俄罗斯门口了 老体们 你就是这个行为 太夸张了 太危险了 但是如果要是加什么 我们就是单听上一段 你们会不会觉得 俄罗斯跟美国 必干账了 硬盆硬干起来了 对不对 肯定得干了 你这不干 你以后怎么整啊 对吧 但是普达地 老体们 就是还是收着了 可能是在期待 特朗普上来之后 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所以普达地 这次只是下令了 出动两架 一个是米格29 一个是米格31 直接出动拦截 但是该说不说 俄罗斯这个拦截呀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 什么概念 要搞核卫设吗 昨天刚宣布完 说美国核武库里面 有什么两千多多多 什么多少枚的核弹 对吧 今天又公布了一个数 给我吓一跳 说是说是三万多枚 又变成了三万多枚 说现在已经合理的扩张了 那到底什么概念 然后今天就挂弹除去了 而且直接怼人 俄罗斯摇眼的了 你什么概念 你要跟俄罗斯玩核卫设吗 你这太危险了 你别忘了 俄罗斯也是核大国呀 而且人普就说过了 没有俄罗斯 要你美国干什么 要你全世界干什么呀 我就不信家吗 我我打赌一个事 如果美国今天此时此刻 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 真是动用了核武器 你说俄罗斯会不会用 百分之一百万会用 对不对 核武器只有第一次 没有最后一次 但但凡如果用了 我告诉你 任何整个世界的国家 有核的必然用 对包括咱们 真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昨天 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弄了一个 就是用核的 就是任何拥核国家 不允许先动用核武器 除非是你国家的利益 受到威胁了 我们弄了个这个 让所有有核的国家签 不知道签不签成 这个事 昨天我录段子了 然后还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现在都关心 今天最大的话题 最热的话题 头版头条的话题 你们刷新闻的 应该都看见了 是不是 今天早上乌洋乌洋 不包括什么自媒体 包括专家 包括各种什么大新闻网站 包括什么某样某事